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计划 常年保持二类以上的水质和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让生态优越成为了这里最大的标签 也造就了开化土菜 得天独厚的烹饪哲学 食材生得好 技巧不重要 一江清水滋养了这里的人们和口碑 只能用开化水做的气膏和炊粉 限量出售的汤瓶鸡 这些近乎于执拗守护香味的背后 还有那些聚散离合的温情故事 齐西 位于开化县的西北部 这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小镇 早上七点 老于会准时来到书房 早起练字是他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我就一辈子在灶台上 但是我也会写字 取诗也要写字 我最起码不是一般的取诗 我这回还有文化了 你看看才开玩笑 老于的书法在当地有几分名气 每到新年 左邻右涉血春联 也会请他出马 老于也是乐在其中 我不是求好与坏 写得不错就行了 你今天写得比昨天的好 就是一直很兴奋 一直很勤就感 去了这个渠房 我得下渠房 下渠房就是为了 下渠房是为了休息 下渠房是为了生计 练完字 老于生起了当天 第一路造火 这也是他36年来 始终坚持的仪式感 第一路造火 决定着一天的运势和气场 他必须打好头阵 我是掌握火盒的人 每一道菜的火盒是必须的 老于开着一家土菜馆 小店是用自家的房屋改建的 二楼住家 一楼待客 总共只有五张餐桌 装修也停留在二十多年前 因为小店紧临二零五国道 老于给小店取名 图中饭店 这个图字很有意思 因为我姓鱼呢 下面是一个褶子旁 所以我这个人姓鱼呢 刚好一个鱼子在车上运动的 而这我这个人劳了命 人也一直在图中 到五年开饭店的 客人说我这个地方太简陋了了 所以我花了点钱把它弄下来 小店没有一个专业的厨师 掌勺是村里贤惠能干的大姐大婶 柴火土造大锅烧 饭菜种类虽不多 但食材是足够鲜 喝泉水长大的清水鱼 溪流中淘到的青丝田螺 现挖的野菜和当季食书等等 小店灶台的终极目标 就是三个字 香土味 香土味中有一道当家菜 被老鱼视为镇店之宝 今天是周末 老鱼要提前为店里 做一些准备 他要到山里多寻一些 做当家菜的食材回来 一般是家庭 一般是野型了 已经是 跟鸟一样了 它有这个私衣的功能 来一起做这个土鸡好吃 除了山林放养的土鸡 做这道当家菜 还离不开一件特别的吹具 这种瓦罐是用红土烧制而成 当地人称为汤瓶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为了找到小时和原来的味道 土的味道 我捐成到每家每户去修建这个汤瓶 以前每家每户都有 现在这个窑的也破了 现在剩下不多 我是25年前把它收割来的 用汤瓶威制出来的土鸡 称为汤瓶鸡 就是老鱼说的 镇垫之宝 土鸡要选用生长半年以上的母鸡 下刀既要精准有力度 还得保证骨断肉连 这个动作看着简单 但没有三五年的功夫 很难上手 将鸡肉焯水后回锅翻炒 只需加少许的食盐后 就放在汤瓶中 小火微制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微制 汤瓶鸡可以上桌了 小时候我们家人们聚在一起就是这样子 用这个瓦瓶炖 大家围在一起 兄弟姐妹 有情怀有味道 食材难觅 汤瓶有限 功夫又太长 要吃到这个菜 食客们必须提前预定 店里的汤瓶筋 每天一般只做十份 老鱼的原则是 生意随缘 绝不能以此冲好 很抱歉 明天买来 15号订的还可以 15号可以 老鱼家的土菜好吃 离不开店里的娘子君 有四位村民 常年在小店打工 节假日忙碌时 老鱼也会再请上两人帮忙 他们大部分 都是村里的留守妇女 大家在小店的收入 差不多每人每年 有五万多元 这比周边餐馆 饭店要高出一届 天天在一起的 现在亲姐妹兄弟 都没这么天天在在一起 我们一天 如果空的时候也好玩 我们这么打来 看着这么打 也是跟小孩一样的 一会儿客人要来 动作快 送走中午最后的客人 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同一个灶台忙碌 同一口大锅吃饭 小店成了几朵金花 另外一个家 打这个牌我是当虚纪的 不辣 不辣 不辣的 那大牌子不是乱业子坐在里的 是乱业子平顿的 来 二手长 吃辣椅子不要长 那都说不长卡皮了 哦 杀杀杀杀 不辣 来 来 我来 来 让老鱼感到有点烦的人 叫汪顺娥 在店里已经干了19年 但最初的时候 汪顺娥想到的就是要离开 为了让汪顺娥 安心地在店里工作 老鱼两口子 专门腾出一间房 让汪顺娥 把爱人和孩子 从村里接出来 他们一家人 也就在小店安了家 她的儿子来了 我就把她儿子带到学校里去 然后我钓鱼带到新边 就把她自己的孙子一样看待了 吃着小店的饭菜 汪顺娥的孩子 长大成人去了杭州 老鱼的独子大学毕业后 在县城工作 两家人 也慢慢成了一家人 今天老鱼的儿子儿媳带着孩子们回来了 每次孩子们回来 都是这个大家庭最热闹的时候 我们就看着他们长大 在以后 就是他们礼拜六礼拜天回来 那大家都要去对他们往 大家都要抱的 大家都比我高了 现在都一米六度了 儿子回来 给店里打打下手 老鱼在厨房忙活着 因为下午要接待客人 一大家子人的晚餐 只能提前 汪顺娥的爱人和孩子不能回来 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聚 但是所有人都在这一桌熟悉的家常菜里 收获了直达心底的暖意 我天天都是一起吃 大家姐妹们 都是一个锅烧起来的 一热三餐 连续几天下雨 客人不多 汪顺娥准备回老家一趟 老爷子 那要转空吗 我先给爷妈 老娘 好呀 你不来没给你 把这水果打给你老娘也 好 谢谢老爸妈 没给没给 你快去 好 方顺娥刚离开没多久 老虞也要出门办点事 事不大 老虞却选了舍尽求远的周者 我姓中秋 那我今天要去到安徽 修宁这个桃林 一方上去订自己做的月饼 就是徽派月饼 这个月饼的质量跟蟹都很好 村里的老人亲切朋友 送一点给他们尝尝 然后店里员工一个人发个两斤 一点心意吧 这是我们乡土人情 老板 订点月饼 每年都你这里订的 今年再订个五十斤 东西不再贵贱 老虞觉得这既是礼数 也是情意 这个员工就靠这个暖暖的灶台 把它添老 就是一家人 如果你是冰凉的 那就不行了 你的为人也很温柔 很温和 这个灶台 足远不会熄火 都是暖暖的 三个多小时后 王顺娥回来了 她也给老于夫妻俩 捎带了母亲的心意 老爷子 老爷子 我给你捕菜的 谢谢 谢谢 好 金锅 真好 哇 这个老南瓜 老太婆 还种蔬菜 放这里吧 来 把这放一下 今天早上 老于准备进行一次酝酿已久的放拳 让汪顺娥夫妻俩去买菜 老板 市场并不陌生 但是第一次采购小店的食材 汪顺娥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 时间要紧 品质要好 钱也要省 该挤的水分不能多留 这是老于的指示 也是他开店36年来 采购食材的经验法则 在市场忙活了大半个小时 汪顺娥夫妻俩 终于把小店一天的菜 卖齐了 这次让他去买菜 也透露了老于的真实想法 年纪大了 该不下去再怎么办呢 那只要搞一个继承 或者那个全城下去的一个人 那目前全城下去的 我这个店里唯有汪顺娥 因为她的经营理念 几乎跟我的意图差不多 对汪顺娥的这次考察 老于心里自有掂量 她打算还要把考察多进行几次 这些自摆菜有点不放心 一个开了36年的乡村小店 对于途中的时刻 是一个关于美食的记忆 和舌尖的享受 而对于那些灶台边 日夜忙碌的人 更是一个温暖的家 途中一城 温暖一生 灶台人生 一辈子在灶台上 灶台永远不会熄火 都是暖暖的 一日三餐 循环往复 凌晨 途中饭店的灶火还未冷却 开化特色早餐 气高 进入了准备阶段 黄小伟 今年56岁 十几年前 他和妻子从温州工厂辞职 回到老家长空乡 开启了这家临街的气高铺 每天凌晨两点起床 开始忙活 也成了他们 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 开化气高的精髓 全在于水火之间 米浆的吸筹 决定了气高 筋道弹牙的程度 柴火旺烧 能用饱满的蒸汽 催发出米浆的浓香 而各种高手 还会根据季节 和当天的湿度 来掌控发酵的时间 这些门道 也决定了开化气高的 味道秘诀 离不开当地的气候和水 吃得出哪家店铺的 手艺和味 他们一口咬就吃得起来 跟那个小孩子 吃我的气高跟吃相亲 他就今天不是我这里买的 他们一吃就吃得起来 吃习惯了 灶火燃起 主角登场 倒浆 摔泡 再撒上些 提前用菜籽油爆炒过的 萝卜丝和木耳丝 熟识的老顾客 会前一天 嘱咐下自己的口味 让黄小伟 把私人定制版的气高 安排上了 随着米浆慢慢成形 配菜的咸鲜滋味 也逐渐渗入口味 春花的 鲜滋味 你不切跑就下去了 刚吃过也好吃点 不放点 牛奶 长虹是有名的气糕之乡 几百米的街道上 曾经有五六家气糕铺 十几年间 不少人因为辛苦力薄而转行 黄小伟夫妻俩 却凭着独门手艺 把自家的店铺 开成了生意最好的一家 因为有的人家 好像吃起来有点发酸 有的人家好像 又感觉发的没有 他家发的好 我如果在家的话 我基本上他家吃 我偶尔还会买一些回去 给我老爸妈老妈吃的 外生还要给我们调整一下 我有的时候就让他们先买 好 我们村里面 反正每天都可以吃 民国年间 开化县制中记载 以米和水墨浆 争为气糕时之 每年农历七月半 重阳节 几乎家家户户 都会争上几笼气糕 祭祀祈福 这种习俗流传至今 演变成了开化人 心心念念的早餐 在黄小伟的七糕店 买不着也是常事 脾气急的客人 常常自己动手 拿饼 找钱 邻里之间你来我往 吃的是十几年的信任和情分 有的时候他说 我糊涂掉了 钱都没有拿 又走了 有的人回家 走回家了 又跑来 他说我钱都没给你 我给你 他说 八点左右 时刻离场 吴苏兰打扫卫生 黄小伟忙着确认订单 他要掐准时间 拦下长红香 开往县城的搬车 把刚刚出炉的气高杆 送出去 这是你们的客厂是吧 这个是那个 你们那个老板娘的 文仙的 你这个把我记得 那个月城路站在那里 我问是你会去哪的 文仙 这是长红人的独门发明 新鲜气高的保存时间 不过各把小时 带不走 也成了很多 在外游子的遗憾 2014年 黄小伟一口气 买下了22个电饼 成了乡里第一家 用电烤气高杆的铺子 最大程度 延长了气高的保存时间 通过搬车往外送货的声音 源于黄小伟 在渠州工作的儿子 提起儿子 黄小伟满脸骄傲 又心怀愧疚 不照一须睡的时候 真的很可爱 那些年盼盼的 说是很好看 就那是最可爱 五六岁的时候 看到隔壁 那个人家房子 造好了吧 我们还没造吧 才知道 你两个人出去挣钱 造他们家的房子那么高 就这样做 想着想着 那没办法了 就想赚点钱了 有的时候 一天打一个电话了 当年为了给孩子 更好的生活 他们选择了出去奋斗 如今 夫妻二人 年过半百回到故乡 儿子 却又漂泊在外 与黄小伟热络的性格不同 吴苏兰多数时间是沉默 自从开启了七高店 吴苏兰就和水 结下了不解之缘 萝卜木耳 锅碗瓢盆 每天从早到晚 不间断地刷洗 一上午 吴苏兰几乎没怎么说话 只有八十四斤的她 此时终于需要老公出手帮忙了 吴苏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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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做的小吃 什么东西都要洗 洗东西嘛 你的手啊 发霉啊 什么东西就出来的呗 年轻的时候呢 他才开店 又不去干冷活 又不算伤 那手很冷的 咋个心呀 这个是 这个是冻传的 把冬天留下来的 这个指甲都洗坏了 你看 冬天 洗这件布要戴舌套 洗这个菜不会戴舌套 不好洗的 不好洗 你自己都这么洗 你看 夫妻俩的午餐 只有简单的两个清菜 烧鸡 是黄小伟 昨晚参加婚宴 打包回来的 每顿饭 照例喝上二两小酒 几乎是他生活中 唯一的兴趣爱好 我现在给你吃了 你做四个 赶紧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我现在给你 不够够够够了 赶紧就给你吃了 小伯格你没时间了 你不够够够够了 我现在给你够够够了 我现在给你够够够了 吃着了 我现在给你够够够够了 我现在要够够够了 不想去 还要够够够够够了 黄小伟提出去渠州看儿子 妻子没有立即答应 显得十分为难 从2006年回乡之后 他几乎没再出过门 黄小伟心疼妻子 但除了看儿子 他到市里 还有一件大事要办 我现在就在院里买车 他游车很厉害的 他如果要坐下车 一公里就要够了 够下之后 你到一个地方 全部要睡觉睡三天 不能干活了 所以他一年到时候 就不坐车了 叫他出去玩 又玩不了 坐不了车 可怜他也可怜 我也可怜 妈的游车院 虽然刚刚下午两点 但是黄小伟夫妻 已经忙活了十二个小时 他们只能在店里 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街面上 随时会有生意找来 洗一下 洗一下 等下我了 起床 上门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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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很多月 diamet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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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里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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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而复始的日子里 他们之间言语不多 却默契配合 为的都是心中不变的梦想 像我们农村里 就是他结婚了 我把任务就完成了 那就是这回事 天色渐暗 今天他们上楼的时间 比平时晚了一些 今天是周末 黄霄伟叮嘱妻子 提前吃下了运车药 他约好了去渠州送货的邻居 准备搭一段顺风车 尽管做了充足的准备 吴苏兰还是坚持不住 想他们呢 想走出去 但是不希望他走得太远了 再远我们想去看他 看不了他坐不了车 近一点嘛 想温一下温一下 偶像嘛也就做到了 在黄霄伟心里 儿子懂事听话 可是孩子已经27岁了 还没成家立业 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对吴苏兰来说 已经接近体力的极限 他不能再陪父子俩 去看房子了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们整个项目呢 就是它是沿江而建的 您选择我们 您特别有眼光 这就是夫妻俩 一直以来的梦想 帮着孩子 早日在城市安家 但这里显然 跟黄小伟的设想 有些不同 像他的这样一种房子的话 我说七高 整种房子要把堆满 这种做的是一种七高 一种首富的吧 最低价 我估计把那个七高 做了六七年吧 但他为了孩子 能够买得起 还是算值得 傍晚 父子俩 拖着疲惫的步伐 回到渠州的二姐家 家人们 已经做好了 一桌丰盛的饭菜 等待这次久违的团聚 此时 吴苏兰依然在昏睡 没来得及享受 片刻与儿子团圆的欢喜 气高配上这顿团圆饭 或许能暂时卸下 黄小伟心口的大石 看着久违见面 又不善言谈的儿子 他借着几分罪意 还是和儿子 说出了心里的话 儿子工作好 父母身体健康 在家一 在一起是最健康的 最幸福的 但是只要儿子 他自己工作好了 自己幸福 不管静缘都一样 都是家 如果他妈妈 坐不了车 只要儿子幸福 他每天的树脚 过年 可以过来陪陪我们 因为我这人不怎么想说话的 通电话少 我通也是会通的 又少 早点一天 想跟他一天在一起 尝尝爷爷 早点通去 短暂的一餐过后 一家人又要分隔两地 而那炉灶火 依然会在凌晨 准时燃起 它是一个 关于团聚的梦想 是千万父母 对孩子的牵挂 中国人的亲情 从不擅长于热烈地表达 但电话那头的一句叮嘱 进门备好的一桌饭菜 都足够儿女 温暖一生 在开化县的苏庄镇 有这样一个 关后于灶台的记忆 它燃起的 是一个老人的青春岁月 和念念不忘的 香情味道 早上十点 75岁的林年辉 带着刚摘好的蔬菜 出门了 这家店是苏庄镇吹粉店的头牌 店里的父奶奶和吹粉 都与老林有着不解之缘 38年前 林延辉作为驻村干部 在唐头村蹲点 平时也和村民一起上山夏天干活 几个驻村的年轻人被安排到父奶奶家吃饭和住宿 我们的大老子 我们的大老子要起来了 我们的亲都底下 我们的炒菜 他们老板 老块 他们就是跟自家的一样 父奶奶做出的吹粉味道 让对吹粉口味十分挑剔的林延辉 一直念念不忘 顶点在唐头村面都在家吃饭 当年来特别是老林 他喜欢给大家开玩笑 他都吹粉 你老妈吹这么好吃 你自己学校以后长大了 那个去在外面开个店什么 酥庄吹粉就是用米粉拌上肉类或蔬菜蒸熟而食 又称蒸菜 是开化菜与灰菜结合的一道美食 在酥庄人的烹饪法则里 可谓无菜不吹 任何常见的食物都可以变成吹粉的主菌 酥庄吹粉在当地算得上逢年过节的 味道毒虫 无论是招待贵客还是造屋作售 梳庄人都要吃吹粉 今天店里就接了八桌的升学宴 吴淑兰的母亲 爱人 妹妹 都一起上阵帮忙 做什么很讲究 不做好的都不行 现在都很讲究 书中垂直 蘇莊吹粉零零總總 不下幾十種 做法大體相同 又各有講究 肉類食材需要加入米酒後 再醃製十分鐘 魚肉吹粉則需要加入 ität咖啡 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深藏于岁月的技巧和经验往往只可意会 所以傅奶奶还是经常到后厨进行指导 林延辉退休以前是苏庄镇文化站的站长 老林搜集资料的方法很原始 搜集故事基本靠腿奔走 整理资料则全靠手写 退休之后为了方便排版印刷 老林还买了电脑自学了打字 后来他整理了几万字的书稿 自费印刷 才有了这本看着并不精致 却倾注了他大量心血的吹粉故事 作为当地有名的文化人 老林是个名副其实的宝藏老男孩 这本看着并不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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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三点 闲不住的老林又出门了 富户草笼也叫稻草笼 香火草笼 是开化县农民祭祀时 庆丰收 赵吉祥 期盼风调雨顺 活泰民安的一种民间群众活动 其中富户草笼最为壮观 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富户草笼的排练指导 老林也经常给孩子们的排练 提意见 这个排练的时候 要把他打开 这个枪式要把他打开 打开了以后 要尽量以后 要大范围 范围快大 这里就不缩小 趁着孩子们都在 老林自然不会错过 这次宣传梳装吹粉的好机会 有时他有萝卜石 萝卜 把他做成丝 再又把米粉吃 这个都是 那时都是很讲究的了 因为他想办法 给我们吃得好的 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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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幸福了 都吃得好 吃得饱 虽然孩子们还小 不能完全听懂这些故事 和老林的声音 但他始终相信 只要吹粉的味道还在 这里面的故事和文化 就一定能一倍倍传承下去 随风 像火燎热 在平秋 今天 老林要赴一场不同寻常的聚会 张水法 赖正兴 是38年前和老林一起 在唐头村 住村工作的伙伴 今天 也是他们阔别后 在唐头村的重聚 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年我们在政府来 因为车子不是 是单车 自行车 想实话 真是汉死车 那个路 原来这个路是沙手路 汉水哪里 那个沙手路 现在这个北游路 我还是随意路的 对的 都在他家 睡觉啊 他家吃啊 那点味道真是好吃 老赵 你好你好你好 多时没见了 多时没见了 好餐时间了 好好好 你挑选一些是东西 再帮弄个鞠鞠鞠 老赵鞠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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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照片中意气风发的小伙子 如今都变成了有岁月痕迹的老人 说起当年 他们依然谈笑风生 不变的还有那份对苏庄吹粉的感念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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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 一家都乱了 有些年了 那这十九先生就来了 十九先生没 每一个金额都要干嘛 好啊 要 THIS 你手放开呢 多多多 不要说 点 听说 看这一天 有舞蹈 刚刚才 你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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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